在我圖上,dot c a-point是直線 現在這條線切到x-access at c,y-access at a a-part叫找回a的座標,part b叫找回c的座標 A這個座標就叫0y,因為它分在y-access那裡 所以它的x座標是0 接著我們就設定equation了,留意了 我們知道因為dot a-point成一直線 所以a-point的slope等於dot boy的slope a-point的slope就是左邊 y-8 over 0-2 右邊,boy-dot的slope 4-8 over-8-2 接著我們用計數機按右邊的數字 變成6over-5 左邊y-8 over-2 那你把-2丟到乘 然後兩邊-8 就出到y-28 over-5 記住,它問的是a的座標 所以你要寫一個座標出來 A的coordinates 開括號 0-28 over-5 三括號 c的座標就是x0 因為它躺在x-axis那裡 所以它的y座標是0 留意了 因為dot c-point成一直線 所以c-point的slope 會等於dot boy的slope 等式的左邊就是計算 c-point的slope 即是0-8 over x-2 等式的右邊就是計算 dot boy的slope 即是4-8 over-8-2 你會出到貼式 8 over x-2 等於6 over-5 你會計算到x是-14 over-3 怎樣做呢? 你把整個x-2 bracket了它 然後靠差相成 就出到-40 等於6x-12 然後可以計算到x 但它問的是c的座標 所以你要寫c等於開闊號 -14 over-3 就號0 了